不过海上活动也发生了一起意外事件 一名55岁带姓男子 周秋假期带家人到花莲旅游 没想到3号上午他们参加了 崇德的海上独木舟活动 而期间这个男子不明的原因昏倒了 送医之后依然是不治身亡 详细的死因还必须待调查 花莲县消防局上午10点39分 结果民众报案指出 有游客昏倒在秀林乡的崇德海滩 新秀消防分队到场之后 患者已经呈现欧卡状况 现场有民众正在对患者实施CPR 而消防人员接手救援之后 赶紧将患者送到国军花莲总医院起救 本所接获通报 有游客体验独木舟后 身体不适并于返回岸上后昏迷 后续由新秀消防分队实施CPR 并于11点22分将患者送至花莲国军医院 经消防人员初步了解 该民众疑似有心血管疾病史 后经送往医院抢救不治 真正死亡原因 待后续法医跟检察官相验后才可确认 带队的教练向海巡人员表示 独木舟返回途中 带姓游客反映身体不舒服 由教练再回岸记 途中他还要求教练让他下海泡水 下水之后教练发现 带姓男子表情有意 赶紧将他带回岸边时已经昏迷不醒 海巡署东部分署第12岸巡队指出 带姓游客经送医之后 依然是宣告不治身亡 出不了解患者疑似有心血管疾病 后续将由司法小组陪同检察官相验 厘清死因 大话里新闻总和报道